我們歡迎Dennis老闆跟唐鳳哲 我們把時間交給Dennis 這個政委還有我們所有同事 另外呢我們今天在全亞洲 將近100個同事 也在透過我們UBS的電視 來參加我們今天 來觀賞我們今天的活動 我想我們前面兩個總統 是跟我們的夥伴們討論一下 為客人的服務投資的一些方向 其實我知道同事們 其實最期待的是 我們現在這個Session 那我想我也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大家已經都急得不得了 想要能夠跟您有一個對談 那我想我們所有的同事 如果我在這邊再介紹唐鳳政務委員的話 有一點點的對各位不太尊敬 因為為什麼 其實大家應該都對您非常了解 那我想從一個天才兒童到一個天才駭客 那現在呢 變成我應該講您現在變成天才政委 那這個老實講 這一段應該是對同事們來有很多的這個問題 那我想在這邊呢 我們前半段如果您可以的話 前半段我們比較稍微硬一點 有一些您的過去 尤其是現在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想我們從這個方面討論一下 那下面呢 後面的三十分鐘呢 我們就會讓同事們能夠跟您互相slido 問問題好不好 那我們就這次開始 我想這個 我本來是想要稍微高科技一點 但是我發現用個手機在那裡滑來滑去 可能對您也不太禮貌 然後我這個眼睛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我還是這個老方式 我想這個數位化的世界是個大趨勢 那麼我想大家都曉得 現在幾乎我們做什麼事情 遠距教學 線上交易 區塊鏈 智慧家庭 我想再講下去 我想我們現在到底有多少的時間是真正的 在我們花了多少時間是在這個虛擬的網路上面 那我想您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 也許敘述一下 同事們很想曉得您這個從幾乎 從小到現在 雖然只有沒有多少年 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 您一直都是在 好像都是在這個世界 都是在這裡發展 我想您可不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 將來不論是在社會 在政治 在教育 在家庭 在文化清廷 未來的世界會是怎麼樣 好好的問題 不過其實我現在 screen time很少 所以我身上也不帶手機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個人那個手機 是一個Nokia翻蓋機 是啊 它那個螢幕是不能滑的 雖然可以玩探視神 然後 但是探視神沒有很好玩 所以我也不會很沈迷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還是這樣 人跟人這樣子相處 所以我其實覺得說 我們有這麼多數位科技 它主要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說 沒有辦法來現場的朋友 你目前的觀眾朋友 對不對 可以透過這個 這樣子一種即時視訊的方法 那來看我們的對談 那記得要這個 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小鈴鐺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時間上面 可能他在別的時區 現在他根本在睡覺 那要他起來也不是很人道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我們的這樣子一個討論 也可能有摘要啊 有錄影啊什麼 然後他可以醒來之後看 看了之後呢 還可以非同步的發表一些意見 可能線上共筆啊 協作啊等等 但對我來講 這個都是我們面對面對談的 這樣一個場景的延伸 它不是取代掉 面對面對談這樣子一個場景 所以我常常都是說 這是學reality 不是virtual reality 不是一個人關進VR裡面 是進了那個世界之後 目的是要還原這種 我們面對面對談的場景 ok 我想這個 再我一句就 把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現在做很多的事情 有的時候 我們是去回顧一下 我們是去了解一下 但是事實上 我想我們平常的正常的生活啊 未來的世界應該還是 還是這樣的趨勢 那有一件 有這個 最近我們曉得就是 我們的政府在防疫這件事情上 做得非常成功 那您在您的領導之下 尤其是在這個數位上 我們有非常好的發揮 那我不想不在這個細節上 這個請教您 但是我倒是有特別注意到 就是說我們在發展很多的東西上 您滿堅持就是 就是不必把它做到完美 我記得幾次您的這個發表的演講裡面 你都有提到說 我們就是要開始 我們讓民間參與 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有時候我發佈一些文章 故意留一些錯字 那這樣我就知道說 誰又很仔細看 誰沒有 像我們寫程式的一個 一個括號不對齊 就非得把它對齊不可能 那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梗 就是說 因為一開始不可能做到完美 那如果一定要做到完美 必須那個scope非常小 等於是說 不錯不錯 那你只做一個非常小的事情 当然可以做到完美 但事实上别人也不会因此 而更想要跟你联络 或者是想要来参加你的 就是价值设定 那只有说你一开始做一个很大的 但是做得很不完美 那这样大家都骂 那大家骂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标准的讲法 四个字 就是你行你来 行的就来嘛 就是觉得我们这个 在便利商店 这个卖口罩不太行 那在药局卖以前 那个吴展伟嘛 就说他自己弄个地图嘛 真的他行他来啊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完全放弃掉 健保署自己要开发地图什么东西 完全就用他的大概就是这样 OK 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不是那么了解 就是说政府为什么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做得这么成功 尤其是这个郑伟 尤其是在推广一些 就是我记得你也提过就是 其实以前都是政府要做一些事情 就要招标 那大家来参与 现在我记得你那时候提过说是反的 反向采购啦 reverse procurement 就是说吴展伟那个地图 他都已经欠了Google60万了嘛 那他等于是自己先付了 这个一开始拍了的那个钱啊 那但是因为大众媒体报道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真的是比较好的做法 那所以后来Google也有社会压力嘛 那在社会压力之下 Google就免了他的债嘛 正如同他免了我们的债 意思就是说我不用特别去付钱 他就愿意去开放原始码 他的这个技术 所以不止他可以做 我们第一次这个搞地图上线的时候 在那个slash channel里面两个地图之外 还有一个line的对话机器人 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人哪里跑出来 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人名字叫Frank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说这两个地图的开放资料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那我就说当然开放资料没有挑人嘛 当然都可以用 那所以呢他就说 他就率先把line的对话机器人 在地图还没上线的时候就做出来 那后来我们才发现Frank是HTC DeepQ团队的一个project manager 他做的那个作品叫疾管家 那所以他在那几天大概就两百万人在使用 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讲 所谓online就是online嘛 就是line之外也没有别的网路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下子就让长辈们这个 对这个地图他感到很亲切 他不需要再去学一个什么open street map google map 对他都很困难的 但那个疾管家等于就好像一个数位助理一样 去帮助这些长辈们在调局排队的时候 问一下疾管家说 前面那个人排的队他拿到两片口罩 这个数字有没有减2啊 没有我要打19222啊 我想啊 这个唐政委员 这个我想这样讲大家都会承认 您真的是一个新世代的佼佼者 一个优秀能力 但是又独立特立独行 那我想是怎么样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 特别是让这个世代的掌权者 还有让大众的选民接受你 我想赏识你 最重要的是认同您的做法 然后能够变成你的支持者 我想您是不是就可以从如何与不同世代 像我就是个不同世代 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人们 进行沟通进行了解 然后最重要的话呢 您可不可以透过这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您经常就会碰到这样子 我想就是要从自己家人做起 我每个礼拜都给我阿嬷87岁打电话 每两个礼拜就回去看她一次 然后呢我任何这个主要的人生决定 因为我是阿嬷代当 那就是阿嬷说了算 所以那时候有人要我去选台北市长 那我跟她说这个我绝对不参选 那她说为什么呢 是说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什么之类之类的 这个很厉害 那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问我阿嬷 然后呢那个我就问我阿嬷 然后我就回来告诉朋友说 不行因为淡水阿嬷跟我说 我不能出来选 那我们知道淡水阿嬷是很大的 不管是要出来选还是不要出来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阿嬷她真的是很有智慧 那她也会推荐她的一些年轻朋友 好比像说77岁的杨奶奶的 从她的角度来看 年轻的一些朋友 那我们在设计这些数位服务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长辈来配合我们的数位服务 而是我们把我们数位服务改造到 能够让长辈接受为止 那所以像一开始在就是超商阶段 如果你要做口罩实名制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坚持只能用行动支付 那用行动支付 记名也有卡或信用卡才能够买口罩的话 其实立刻就把实名制完成了嘛 等于那个都是现成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那长辈大概就不太可能了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支付习惯 他们比较习惯用现金 那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到不了七成五的人有口罩 那这样儿子就下不来 儿子下不来我们就得封城封城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边讲话了 那所以就是说要长辈接受 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当时我真的跟着杨奶奶 就是去看就是整个便利商店里面 哪些地方他会觉得接近 哪些地方他觉得不亲切 我们最一开始是说 你的身份认证跟结账可以在ATM做完 用一个叫做什么 什么易码通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一个银行开发的一个API嘛 那但是杨奶奶就告诉我说 他只要能key me嘛 他就觉得说他的存款就会不见 他不相信说这个ATM只扣他口罩的钱 他觉得这个 因为ATM上都会贴很多诈骗什么 那所以呢后来他就说 但我常用健保卡 我不用key me嘛 所以我只要他用健保卡 我又不用key me嘛 然后我又可以用他有很大的那台iPad 在那个就是柜台可以扫码 然后那个店员还必须把手举得很高 因为那个iPad真的萤幕太大了 但是我们把这整个都设计成 就是对他来讲他拿现金来结账 他不用key me嘛 他不用经过ATM等等 他到最后就同意说 那他就不去邀局排队了 而且他学会说他好高兴 他就去教我阿嬷 就去教其他的社区的爷爷奶奶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新的想法 因为他有参与嘛 那我是跟他说你行你来嘛 所以他其实是我们那个社区 骂口罩实名制药局阶段 骂得最凶的一个人 那所以我就把他recruit过来 变成我们的UX tester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觉得说 余有容颜 这是他参与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长辈觉得 可能无法这个跟上这个时代角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停下来说 没有是我们无法跟上您的角度 然后呢就去让他变成我们的设计师 您刚刚提到这个 还是就是说在这次我们这个疫情 您这个在发展的这个中间 那我想平常您在部会里面 尤其是您这个离开了这个Apple 回到台湾来加入我们这个政府的工作 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 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起来就是说 我们应该先从要让身体力行 让这些部长们 年纪大一点的部长们参与 有第一手的体验 OK 然后呢 再从这个一个两个开始这个渗透 让他们开始去跟别人讲说 这个唐正伟讲的很有道理 这东西不错 OK 确实啊 我今天才刚从那个就是寄附中心 就是我们做Cyber Security的一群朋友 那他们就是在那边网络工坊演练嘛 等等 那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院长副院长去 那其实他们安排的那个桥段 真的就是让他们带上VR 就是Oculus Go 然后去看那个在网络上面 实际工坊的那个现场 那甚至他们重现了他们红队 在测试的时候 怎么样去猜到密码 怎么样子去这个用简讯 传一个钓鱼这个诈骗 然后让他的这个手机的 那个相机被掌控等等 那都不是从防御者的角度 都是从攻击者的角度 所以他们就设身处地走了一趟 这个黑猫骸客 这样子一个心路立场 那这个他们就是有一个直观之后 其实之后就 他们看到这些公文 或者是在听到这些话 其实他就有一些第一手的经验 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难去谈 那我想 我想很多的 可能很多的您的亲朋好友 我相信也是跟我们在座的很多 也是一定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感觉就是说这件事情 是个突发性的 当然刚好以您的背景 以您的经验 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在最短时间处理 可是 somehow 我想国家的这个发展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 当然有很多大的项目 那我在想您有没有常常想到 就是说当初您 要是非得强迫您去念国小 非得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式来 您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机会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您的这样的经验 您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政府的运作 能够像您刚刚讲到 就是说其实好像听起来没那么难 但是我们也晓得 有的时候要去办个事情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 我们在座的 我想想如果是家长的话 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孩子教育等等等 我不想您可不可以从这个方向来 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是有念国小的 只是我国中一业了 国小念六个 不好意思 国小念六个 每年都转学一次 所以不用做暑假作业 这是一个策略 一个策略 三个幼稚园 六个小学 一年中就辍学了 那所以我想我十年念十个学校 可能教会我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说其实在体制里面 有很多人愿意创新 那像我国中没有继续去念 是校长保佑 因为当时是没有实验教育三法 现在各位家长 如果小孩真的不喜欢我们制定的课纲 那其实你自己随便挑一个什么华德福 或什么其他教育体系 你只要写一个事情书 那立刻你的小孩就不用管课纲了 你就可以到那个机构 那个团体 或甚至在家自学 百分之十的学生 都已经可以这样子做 而且括弹还没有满 欢迎大家加入 但是我当时是没有这个 我叫第零代自学生 就是比我再年轻的才有自学的制度 所以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国中的话 每天就要罚款 强迫入学条理 每天要罚一千块之类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去说服校长说 你看校长 我在读书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 要读到高中 大学 博士后 我才出国 跟我喜欢的研究者 当个博士后 跟他做研究等等 但是因为我写信给那个教授 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才14岁 所以他糊里糊涂就跟我开始一起讨论 一起做研究 那虽然我就跟他说 你看我不是早了十年就做到你说 我要花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吗 那那个校长真的很明理 他就是看了我印出来的email之后 想了大概一分钟 然后就说 那你明天不用来上学 然后他帮我瞒着教育局 然后我后来去亲子天下 最近有碰到当时的教育局长 当时的教育局长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也没有真的派读学来 也就是说在大家互相都 这个灯仔不识的这个前提底下 我就完成了我的这个自学的可能性 那当然现在追溯期都过了 讲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就是说 有很多公务员是 他看到创新的必要性的时候 他真的愿意在体制里面创新 那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一个point 就是说你讲不讲得出一个 让他也觉得说 那他支持你的这样子一个point 那像我们在金融界 就是fintech sandbox 就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你的一家银行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 跟一个创新的一个player 一起试一个比金管会 还要厉害的一个发明 那但是你要告诉金管会 说我们试了半年之后 觉得这个不错 那他才说 好了那我就帮你去改这个规则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 这种sandbox的概念 是从很小就 我就一直觉得就是靠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实验教育 释出来这些很不错的东西 现在也变成我们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就去年上路的新科岗 我想这个政委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说 即使在我们目前的这个体制之下 大家都可以去 我们自己就要 想法要能够创新 最重要我想也是鼓励 不论是 我想是政府官员 或者是平常我们往来的对象 我们都可以鼓励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创新的部分 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大的议题 不太那么容易解决 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国家 这个大略之下来 我们来谈这个 不过我们想提一个 跟我们金融界比较有关系的 我们金融业多年来 我们都是担任这个中间人的这个角色 就是有钱多的 我们跟他要钱来管理 那么没有钱的人呢 我们说呢 我们帮你找钱 那我想这个呢 这个是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我想 因为数位金融的发展 我想这个感觉 各个各样的这个 这个 这个辟别的这个发展 我想这个您都有参与 那我想我们这个 感觉好像这个中间人的这个需求 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当然一方面 我比较不担心 因为我大概快要退休了 我是在为我们的同事们 发一点声音 就是说那您看看 因为在这个利润啊 在这个营运的方式等等 都做这么大的改变 那中间人的角色 那我想您自己对金融 未来的愿景是如何 不过我想这里面 还是有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接取到金融吧 像在台湾第一个杀核的例子 其实就是大概18岁上下的朋友嘛 他之前没有什么信用记录 那他也没有很想零贵 零贵可能已经不是 他的生活习惯 希望能够用他在办 电信SIM卡的时候的双证件 就当KYC用 而且把他每个月缴电信费 就当做他的售行记录来使用 那让他们能够更早的 来接取到这些金融商品嘛 那这个就是 风险规则当时 Sandbox跑完算出来 现在应该已经变成一个 合法的一个生意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本来的这些 金融的使用者 诚然如果他有一定程度的 我们叫做competence 一些金融的素养的话 那他现在确实可以 自己去操作一些金融服务 甚至自己设计自己的金融服务 这个都做得到 那但是还有很多人是 就是我们叫普惠金融的 传统的金融服务者 服务不到 说不定要靠在台湾可能是储蓄互助社 才能够服务得到 或者是其他更非典型一点的 微型贷款等等 才能够服务到的朋友 这些朋友其实你说他立刻就有设计自己 金融商品交易的能力吗 只他未必啊 那所以我觉得inclusion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传统上面觉得 不会跑来做金融服务的 好比像说二氧化碳之类的 那想办法让他这个也有一些主导性 那也能够把它寒扩进来 我觉得接下来金融能够碰到的地方是很多的 OK 好 我想这个 政委除了没有保证以外 感觉他对我们这个金融业的这个角色 应该还蛮有信心 我想各位就暂时继续维持大家的这个工作的意愿 那我想您因为这个一旦不但在加入政府之前 大家就已经对您很多认识 然后尤其是加入政府以后 尤其是在我们的IT各式方面 您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不论是这个别的政府 然后也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 对您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称号 那我想您一直是拒绝说是 我不希望被标签 尤其是你刚刚走进来 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我没有手机的日子 但是我看您现在没有手机 好像过得蛮自在的 何况您的那个手机大概也不能做什么 您那个折叠手机可能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那我在想说 我想您一路这个成长的时候 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想应该是被标签 那我想天才是当然是最好的 我想应该还有各式各样的 那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我想我们这边有子女的 我想您大概也有年轻的这个亲戚朋友 他们总是总是说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或是怎么样 我想年轻人他在他的人生课题上 因为我每天都是有各式各样的标签 拜託我都有 我现在这个年龄我都有标签 但是有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也不晓得到底怎么去 怎么去这个 但是我们因为年纪比较大 但是我想现在年轻人很多 这个都会被标签化 那您在您的成长过程里面 您怎么去 怎么会去建议人家 怎么样能够继续在你的这个 自己的人生价值那里发挥出来 而不要被这些 这些事情影响到 我想一个标签就是 如果他是完全只有一个人身上的 那当然感觉上是有点就是不舒服嘛 可能是会被 所以 被刻板影响化嘛 但是如果一大群人都开始用这个标签 它就变成一个主题标签了 它就不再只是一个Tag 而是一个Hashtag 那这个 它就是 这个主题标签 发明也没多久 2007年才发明的 就是一个叫Christmasina 那它是在推特 当时推特警号还没有任何会变什么蓝色 你可以按个那个底线都没有啊 那它当时就是好像有一群人叫做Barcamp Barcamp就是自己 大家自己设定议程 也没有特定主持人的一种会议形式 它就鼓励说 大家参加那个会议的人 都自己在每一次的推文里面去打 Hashtag Barcamp 所以它本来只是好像主持人才能用的一个称号 忽然变成所有会种都可以去用了 也就是说议题设定的权利 变成完全放开了 因为别人要写推文 用Hashtag Barcamp 其实它不用取得任何人的同意 那后来呢 好像是什么圣地牙哥大火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有些救灾的情境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说 这个很好用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任何在现场 或任何能够帮忙等等的人 都可以运用这个Hashtag 后来Twitter就受不了压力 就把Hashtag这个功能识做出来 那后来当然Facebook、Instagram 都有了 现在在台湾已经很泛滥 就是有些人的整个贴文都是Hashtag 都是蓝色 他已经把它当作粗体来使用了 那但是就是说 看他本来的那个做法 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标签是我们按了 就可以去看到 所有正在使用这个标签的人 那这个标签就从刻板印象 把它解放开来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标签 什么IT搭乘啊 什么之类的 那只要大家都开始用这个Hashtag 就变成每个人都在上面加上意义 就不会变成好像只有我能够定义这个意义 那所以我也常常跟日本人说 就是其实台湾这边它是 你知道就是民国嘛 就是有直接民主的共和国 其实是没有国军的 没有国军也就没有大臣 所以那个大臣呢 一定都是你们自己在那边加的 我是不会在上面加上什么意义 那所以后来他们用这些东西 去二次创造 去撬动他们的内阁啊等等 那都很棒 但是因为我跟他已经有段距离 所以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大臣两个字 跟我一定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大家共共的一个类似对呼啊 就是Hashtag这样的东西 那大家不会变成好像 我一定要去帮这个Hashtag 去负全部的责任 事实上也不可能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碰到 因为现在以前我们都很容易 我们就是念书考联考 然后呢毕了业就去做事 那我想现在年轻人的发展是多方向 那如果说碰到年轻人呢 就是说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客人有很多 他们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但是呢他们的第二代 可能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工作的 公司的经营或者企业呢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当然尤其是新一代 他有更多的学习的方式 或者是学习的目标 那您会怎么建议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 因为他显然他就要走 您就是一个非常清楚 就是您没有走大家的路子 那您会碰到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碰到我们很多的客人 他们的第二代 要这样子您会怎么建议 我现在在我们行政院 就是经验资讯委员会 因为我们行政院有25个 低于35岁的人 其实我当时他们开始 青年顾问团的时候 当时我就是蔡玉玲正为的 reverse mentor 所以就像刚刚说 有reverse procurement一样 我们也有所谓reverse mentorship 对就是去找35岁以下的人 去引领部会的方向 那所以呢部长呢 其实是menti 就是说是要让这些年轻人教育的 那但是呢 当然其实实际上他是不会首长 所以他当然就是纵向的资源 怎么调度安排人脉 当然是远远高过这一位这个结束青年了 那但是这位结束青年的好处是说 他可以把部长带到完全他的comfort zone以外 好比像说我们有一个黄伟祥嘛 那他二十几岁 加入青年咨询委员 那他做的是技职3.0 就是技职的教育的一个报导 那他就把劳动部长 就是明春部长 直接找到那个俄罗斯卡山好像 去参加那个所谓的技职奥运 就是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台湾是全世界第三名 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 他就拍了一个转人热泪的影片 也许有些人还看过 在我们远回有这个播放 播放之后呢 那个院长就大受感动 然后就同意说 这些技职国首 然后在国庆游行上面 跟那个就是运动选手一起接受喝彩 然后呢 他接受喝彩的时候 每年都这样 而且就是接受喝彩之后 他还可以回到他的故乡的可能一些国中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学校 去告诉他们说 这些技职国首可以立刻帮你把校舍 变成是很有善的 很多元的 就是很漂亮的等等 因为他有很多的技术能力 那所以这些国中的小孩呢 他在国中毕业之后 他说不定技术高中才是他的首选 他就不一定要去 一定要好像念不上普通高中 才会跑去念技术高中 所以这就有一个新的role model 新的典范就出现了 所以这些技职国首 他跟教育体系就不会再是 教育体系大学里面专门编一个专班去教育他 而是说他来引领我们的可能是 整个国民教育往不同的方向去做 变成是他是就是伙伴关系啦 不是伙计关系啦 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所以这个方向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大概不到两个月 就从他把这个许部长找到俄罗斯之后 这整套政策就形成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你说二代 他是有新的方向等等的话 那也许真的像量 是可以让他来尝试的 那但是后面的这个能量 当然还是就是长一辈是比较 比较拥有的嘛 那但是如果你要他尝试新的方向的话 说不定你自己也可以就是有所学习 我觉得是嘛 我想这个平常因为像我们 都觉得我们应该要 我们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们要来提息后进 不过听您这样讲完的话 老实讲我也应该要去 我们其实不是我了 我们都应该找一些年轻一点 而且是反方向 如果我再找一个二十三岁的金融业的 这个新进 新生可能不大好 可是也许我去找一个三十岁二十多岁 在这个社会刚刚进来 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也许让我 也是跨领域的嘛 是不定做数位经济的嘛 是 现在数位经济的念词 好像也可以算到金融业经历人了 那所以就是说未来大概都是跨领域 OK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客人分享 我想新一代有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做法 是不是很正常 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客人 也能够接触类似像 刚刚郑伟提到的这些 这样的资讯一样 或是这个样的想法 反而是reverse 他们自己要去做一个manentee 要找一些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分享 我记得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有这个读到一些 就是已经在把以前我们的 大家都不要上政府的 不要上我们政府的官方网站 因为上去了 什么都看不到 而且大概没什么update 但是呢 您现在做到了 都能够把我们的预算 能够用一个非常友善的方法 因为如果预算可以 以前我们总听到 那个立法院一边预算 要死掉大概几千棵树 因为他那一本一本厚的不得了 但是您现在把它做到 非常清楚 那我想它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想不是从一个技术面观念 而是说那你现在把政府的这个预算 透过我们这个gov 因为以前我们政府是government 台湾一个正式的网站 现在呢 在政委的发展之下 现在是一个gov的网站 上去可以看到我们的预算 每一个部门的预算是可以开放的 而且是用一个非常火药的方式展现出来 那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目的呢 它的网址叫join.gov.tw 它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一千多万人 曾经上去用过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多人 就是至少知道 有这么一个大家可以提出联署 可以去看有什么法案即将通过 以及像您刚刚说的 就是视觉化去追踪预算的一个屏幕 所以当时在服贸协定的公共讨论里面 其实大家是用更不同的角度 去看服贸可能的影响 那甚至包含当时正在建立的四局局地台 等等都是讨论的一个对象 那大家都觉得说 这样子讨论很不错 大家绕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然后来讨论它可能的社会 影响的层面 但这个层面有点高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每个法律的草案 都大家来占领一次 那所以呢当时在那个之后 他们有四大诉求嘛 缺一不可 第四个诉求 就是说要开一个国事会议 来讨论说未来可以怎么样 不要一天到晚占领立法院 那后来在那个国事会议里面 有一个共同结论 就是说希望说政府 就是在前面 就是要多听大家的一些连署案 那就是政府做得不好的 那或者是新的这个方向 那大家一提出来 大家就应该来讨论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就是 正在高雄海委会讨论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向海置金 放宽对于海洋的管制等等 那但是呢第二部分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已经执行的 尤其是中长城预算超过一年的 那每一个都要变成一个 大家讨论的话题 就是可以就是论事 那我举例 好比像说我们一开始 没有办法说服各个部会 因为他们每个部会都说 目前只有可能国发会管考处 跟监察员可以管考他们 那但是就可能23个人才会管考他们 但是他一上网就2300万人都要管考他们了 这个他们管考负担不会很重嘛 那所以我们就说好 那没关系 这个我就从自己做起 我们院本部自己核心管考的 那些最重要的那些方案 我们先上网 因为反正就算浪费时间 也是院本部各处的人浪费时间嘛 那里面就有一个好比像是金门大桥 那金门大桥呢 那时候因为他上去放的那个管考呢 是包含他的预算的就是达成率 那达成率呢是累计的嘛 应该每个月都会变多 但他事实上呢就是变多 然后又掉下来 然后再变多 然后就有一位朋友在上面公开留言 问说图是不是有错 那个4是阿拉伯数字的4 虽然他的拼字不是很规范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累计这个预算达成率 竟然还会往下掉 那所以呢 这个承办同学当然就回啊 说因为厂商延期解约了 他还了我们钱 我们另外再招标啊什么之类 后来他们就发现说 他们这样公开回一次 他们少了很多通电话 因为每一通电话打来 都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问过 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一个公开回复 没有办法让搜寻人情找到 现在大家去想说 这个金门大桥为什么延误什么 一定去找搜寻人情嘛 那搜寻人情找不到 那一定是打电话去问那个承办嘛 所以那个承办不生其扰 因为没有人知道 前面的人已经问过一样的问题 但是你这样公开回复一次之后 大家不但会找到 而且会自己分享 分享之后 如果大家就是好比方长照 那一支预算 大家有很多想法 好比方说和销很困难等等 那卫福部每一个 每一季度再上来回说 哦 和销已经简化了 要回应什么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政策是我们参与的 那如果是他参与的 就像报宣软体 如果是有五千多个人 一起帮忙设计的 事实上也是这样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至少贡献了一个便利贴 这个时候我会更愿意 像我那个77岁的 那个杨奶奶那位朋友一样 去教他的社区的代价 因为这是他鱼有熔烟嘛 那所以就是说会炒的呢 不是说就有糖吃 但是至少邀进厨房 大家一起炒糖吃 就是口部的变成火部的炒 那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政策是大家一起形成的 这是大家最后的这个目的嘛 那所以当时的占领运动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大家不是 就是在街上示威抗疫 大家是真的到立法院 而且到立法院的时候 也不是抗疫 是做立法院本来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就有一个 很好以身作则的这个传统 谢谢 谢谢你这么 我们从来没想到 这个以为是示威 但事实上他们是去上班 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 用同样的事情 对待我 不过刚刚你也提到 就是说 我们让声音最大的人出来 我想我们公司如果 有一些有什么活动类似 我们的服务也会有这样的 你觉得哪里做得不好 你可以来参与 结果我们的副委会就运作越来越成功了 那那个安娜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机会让 在UBS TV上的同事 问点问题 因为他们等一下就要下线了 他们是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机会 我们会不会晓得 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留在slido上 应该荧幕上面就有视线了 或者至少台中高雄的同事 因为我们等火 这个UBS TV要关闭 先收播 然后来 剩下在场的同事再跟你对话 那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让在线上的同事 等火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机会 可不可以让他们也问一两个问题 我相信在座同事有非常多 OK 我们看看 有 应该已经有题目上来了 那就是还想 TV上的同事 如果还想要问问题的话 就进入到这个 或者别人的问题 你喜欢的话就要按赞 按赞数量高才会往上扶 往上扶我才会先回答 对对对 所以 要拉票现在就可以开始拉 所以已经有些题目上来 那如果TV上的同事 想要问的话呢 也赶快进入到8021 这个slido的这个 会议室里面去提问 我想这个 这个政委我就制作主张 因为我们香港新加坡的同事 现在非常 因为香港新加坡情形比较严重 都是work from home 非常高 那也许您可以从第一 就是从 从第一个问题 虽然是从台中问的 您每周三 远距上班 那您对未来这个work from home 帮我按一下 有两个往上的那个按钮 就是不是不是 就是那个三的左边的左边 三角形 对啊 好谢谢 对那这样它就上去 就算之后大家多投别的票 它也不会消失了 这样就是设定话题的意思 OK 我们IT好像是 现场教训 现场教训 slido不是我的产品 不是我写的 不过中文是我翻的 好 那我其实不止每周三 我现在只有礼拜一礼拜四进行政院 那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那怎么样高效率的在家办公 不过远距上班跟在家办公是两件事情 我虽然远距但是几乎很少在家 我就是巡回劝台湾 那我在就是尽可能就是离高铁站越远的地方我就会越常去 那就是我们叫做empowered people closest to the suffering 就是说就是台北的做的决策最会影响它 它最难影响台北的决策的 那我就会尽可能去那些地方 像一些原住民族的地方啊 或者说内地就是南投啦 那或者其他地方啊 就是它离高铁站远的 那所以我会尽量建议说 其实是要有一个不是完全是自己家里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好比像说其实咖啡厅 像我的办公室是有一个共同工作空间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在燃热路399号 那本来是就是空军基地嘛 我们把墙拆了 人人都可以进去 那在那里面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露天的环境 但是有这一棚 然后呢椅子跟椅子之间呢 刚好都算刚刚好一公尺一公尺 所以就不用戴口罩 那然后呢又有这个厨房 然后又有很棒的音乐啊等等 那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就算是小团体小团体大概三到五人 大家比较不会变成说 好像在家里就变成 上半跟下半完全不分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其实即使是你走十分钟去那个工作空间 或者你真的在lockdown 你连走十分钟都做不到 那你至少要在家里 你把客厅跟书房 中间这个漆成不同的颜色啊 贴不同的币贴啊等等 就有一个ritual啊 就是说你经过这个之后 你就是上班了 那你这个之后就是回家了 那这个就是demarkat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我在家是绝对不办公的 但是所谓我在家不办公的意思是 有一个小的footnote 就是说不过by the way 我走到客厅就可以办公了啊 好 ok 那所以另外就是说我访红了会不会变成主要的办公方式 我觉得要看你办公的性质 就是说如果你的办公的性质 它主要是可以在就是线上是靠 abstract方法就可以做完的 特别是像共笔 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编辑一个试算表 一起编辑一个文件 一起编辑一个3D model什么之类 它是creative的 那说不定在家里的创造力还更远远不绝 所以这部分真的很有可能会移成说很多个小团体 那好像satellite 那这些satellite中间再用像我们今天这种TV啊等等的方式 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之后一定是会变成常规 那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像我刚刚讲的是说 你要去empower people closest 就是你大部分时间是聆听而不是创作 那这个部分其实几乎不太可能我访问 你还是必须要亲自去到现场 那即使没有办法去到现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得送一个机器人分身啊 无人机分身啊 或者是送一个人类的分身 但是你就是寄生在它的hololens上啊 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我们现在都发现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就是话比像说 就是实际做一个ethnographic study 就是实际去跟一群人混啊 那这个现在很多人就是用 第一人称的那种augmented reality的眼镜 然后来做到co-presence 就是它好像还是在同一个场合一样 那之后5G的话 我觉得又可以再把这个拓展一些 因为目前的情况 你如果要及时的沟通的话 只有像这种在建筑物里面 有光线有Wi-Fi 大概才做得到 但是接下来很快就是说 就算在上上在海边 都可以做到这种几乎没有时差的这种沟通 所以我觉得remote一定变成主要办公方式 大概不是个防红 OK 好 谢谢 我想这个同事们现在已经学到 要怎么问您问题 但是我们UBS TV的时间因为已经到了 那我想在这边很快的close一下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在台北的同事 我想他们已经等不及 希望听您回答其他的问题 我想谢谢这个UBS TV上面 在全Asia Pacific同事的参与 那还有今天在台中高雄 还有我们在其他办公室的同事 我们整个台北大家都在各个办公室里听 因为我们要保持台北的这个人数 那谢谢大家参与我想我们非常荣幸 我们今天一天有我们的partner来参与 最重要的是政委今天能来谈 我想我都有一点招架不住了 因为我想这个政委对很多的这刚刚我讲的问题 我们仔细想想看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就是要去做 就是要用行动 那我想 那我想 instead of叫您这个IT内阁 应该叫您行动内阁 就什么事情 就都可以去做 如果你想到要去做 就可以去做 Mobile cabinet Mobile cabinet Mobile ministry 那我想香港 尤其是香港新加坡的同事 我们现在台湾还蛮自傲的 因为我们的政府 以前老实讲是比较慢一点 比较想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感觉我们现在也动起来了 希望香港新加坡的同事也能够学到 那我想我们今天UBS TV的部分 就到这边结束 那我想我们也不要 这个政委非常忙 我想我们这边TV的时间结束了 是不是我们在台北 我们就继续进行 那剩下的部分我想 您可能不需要一个人在旁边 一直不断复述您讲的话 然后念这个问题 我就直接把这个slide 这个slide就交给您 好 谢谢 那同事们就可以继续问 请大家稍微问一点 这个能够显示出我们瑞士银行的程度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 政委的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他所有的这个行动 所有的对谈 都希望要能够上 这个社交媒体的 OK 所以呢 你的问题 还有我们银行的声誉 就在今天一个下方 所以请大家 务必要表现一下 好不好 OK 谢谢 谢谢UBS和TBS的同事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赶快打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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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直接 来 谢谢 你们就直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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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直接 真的可以啊 所以我现在改成支持麦克风 都可以吗 可以 没声音啊 那个 我 那个 那个 我不晓得那个 这个委员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今天口罩也不是 有啊 有啊 非常棒 非常棒 響应这个粉红色的 对对对 口罩政策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实在是太棒了 OK 好 OK 好 那谢谢现场的朋友们 远居的朋友们已经下阵了 那我想我们就尽可能在接下来十三分钟嘛 对不对 就是 有问必答啦 那但是如果就是来不及答完 那至少我都会看过 那所以如果要拉票 应该要开始拉票了 有十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你行来是一个solution driven的方法 有些是在想要怎么样说服别人 支持你 遇到不支持你的人 想要得到他要支持的话 第一步的心理有准备的心态 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心态 一个就是说你行你来嘛 分成你行的部分跟你来的部分嘛 你行的部分就是 就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就是说就你说你很行 那我要真的当作你很行 这个陈迟宗指挥官他非常厉害 就是说他在立法院被 好像高宏安委员质询的时候 那他不是说什么根据大数据分析啊 什么供需失调啊 什么什么之类之类嘛 那结果这个陈迟宗安听完之后 他就说委员教教我们嘛 那就是他这样子讲了之后 其实高委员就不能不教他了 那所以他在记者会听到什么 就是天马行空的东西 他都说你早点跟我讲嘛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比马龙效应 就是说你期待对方真的很行 他还真的非行不可 那但是你如果就是自己很抵抗 那他也会有一点自我怀疑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要完全全然的就是觉得说 那你说你行一定就是行了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来的部分 因为他说他行 但是他的做法跟你本来的做法一定是不一样嘛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让他用 他的做法也可以试试看呢 那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sandbox 就是说你要设定一个边界 在那个边界里面 他不妨试试看 像fintech sandbox是六个月的边界嘛 那总统被黑客送是三个月的边界嘛 也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舞台 但是这个舞台也不是forever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资源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最好证明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那如果不好的话 那对不起那不是我啦 是整个社会都知道你的这个做法实在是不太行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就不需要当那个arbitur 你可以让就是你的厉害关系的人 来一起去看说 这个新的创新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样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会有别人也看不顺眼他 所以你可以跟那个人说 那你更行那你更来啊等等 所以他就有一个一传师十传百 那这个R值等于10啊 那这样子一个传染式的创新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啊 那大卫跟八位朋友们想问说 科技发展非常的迅速 对政府监管银行业啊 抱持着什么态度啊 那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政府如果看到各位真的行的话 政府应该让各位来 但是也应该有一个就是时间跟risk的一个upper bound 那这个upper bound呢 就是大家常常都说法规落后于实物嘛 那我常常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有点像在高速公路上面 后面的车要跟前面的车 保持这个几个车身的距离哦 为什么要保持这个车身的距离呢 就是因为如果前面不幸这个撞毁了 我后面不会追障上去嘛 所以就是说就是大家在做任何创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是尽管会也好 其他的就是不会也好 就是要保持着这么多个车身的距离 那如果各位真的走出一条新路 就本来没有路了 但你这样开上去就变成一条路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插几个路标 就立刻就可以就是让各位的这个 实践变成新的这个做法 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它撞到 不是social norm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这个做法在外国也许可以 但是在这边大概不太行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马上说 你看这个不行 那我们就像爱迪生说的嘛 他不是失败了99次 是找到99种不能用的材料 那所以我们就很感谢各位付出了这个成本 那整个社会都有所学习 就是跟乐透一样 只是方向相反嘛 就是一个人赔了很多 其他人赚了一些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别的下一个创新者 他就可以是一个新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政府就是一直保持 这个开放式创新的舞台的角色 那这样子就可以跟业界一起成长 那其外朋友们想问说 领导会参与许多关于公众 是异于公众的事物 差点念成多译 许多异于公众的事物 在每天起床的时候是如何被激励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就是睡到宝 我是被那个脑里的创意去激励的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 我是睡前看所有各方利害关系人的 争执的各种资料 各指一词嘛 所以有五方我就要看五方的资料 但是我看的时候在脑里不发出声音 也不下判断 就是好像扫描机一样这样子扫进去 扫进去的时候我就跑去睡 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很复杂 我睡个七个半小时醒来就会有一个想法 原来这些不同的立场有共同的价值 那如果真的很复杂 那要加班嘛 要睡到九个小时 非常非常复杂 就要加班到十个小时 所以我一醒来的时候 一定都是这个加班 这个有成果了 可以成果发表了 我才会醒来 所以大概都是这种不同的立场 共同价值里面有一些创新的好点子 会激励我 所以我很少是听到这种声音起来的 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都没有一天是听到这种请来的 七位朋友们问说 身边的父母朋友有非常大的比例 准备让孩子在高中大学的阶段出国就学 但有数据显示一些明星高中在台湾的升学比例逐渐降低 而且在台湾国际学院越来越热门 显示这样我们对台湾的教育缺乏信心 所以提早部署 请问周围对象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吗 可以跟家长们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如果问我的话 就不要念大学比较好 但是 真的我们不但没有念大学 我也没有念高中 所以我觉得念大学是蛮浪费时间 对我来讲 念大学不浪费时间的唯一一个前提 是说我在业界已经就是有一些工作经验 我真的有想学的事情 然后我回大学 那我回大学就算只是旁听 如果老师关心的事情 他透过他的EMBA或什么课程 也是我关心的事情 我就算不拿一个学位 我也觉得我很棒啊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我只是要那个文凭 然后去浪费我的时间 那个时间宁可去业界去做一些有贡献 有创造的事情 事实上 就要调查显示 有很多18岁的朋友同意我的看法 就是他的高三念完之后 他根本就不想去念大学 那所以呢 我们就针对这些朋友 之前有推出一个什么储蓄方案 就是说他可以去创业 去业界 至宫什么都好 那但是呢 他的雇主呢 会慢慢帮他存学费 所以他也不用借学贷 就等到他有一天 用得着大学的时候 再回去的时候 那他的学费也存满了 就是听起来很棒 但执行率真的不怎么样啊 那后来去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很多人他来报名 报名料都填了 可是他最后没有enroll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是草莓族吗 害怕失败吗 还是怎么样 都不是 到最后大家大概超过八成的原因 都是家长反对 就这样 那家长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 那为什么家长一定要你念大学 就是要念大学 那所以 简单来讲 就是说 事实上这是有一个跨世代沟通上面 一个困难 就是说 还是有很多现在18岁的朋友们的家长 觉得你念一个就是技术高中 虽然立刻真的就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 而且说真的薪水不错 但是他还是觉得说 你念个科技大学才对 但是你真的问他为什么 其实他也讲不出来 对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说真的并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所以后来呢 我们再思考了两年之后 我们就决定推出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 最近已经发布了 就是把成年下修到18岁 那所以他就不需要取得他家长同意 他自己签就好了 那这个我们已经送到立法院了 希望他可以很快通过 通过之后18岁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了 所以家长这个不管再缺乏信心 再提早部署什么 反正你到18岁你就可以跟家长say no 然后你就自己爱怎样怎样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有救的一个方法 有另外的朋友们问说 我如何做投资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对钱的看法 其实就是说 有点像原始人才果子 需要就赚 需要就有 那所以就是每个月需要花多少 那就是想办法赚需要花的那么多 所以其实我的投资大部分 都不是在就是所谓的金融商品上面上去做投资 而是去参加一些新的经济行为的创造 比方说我现在虽然是政委 但是我同时还是三个国际的社会创新组织 非盈利当然也没有领薪水当然不然违法 那而且院长有千准的理事 那所以其中有一个就是radical exchange 它就是在纽约的一个NPO 那这个NPO它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跟一个叫Vitalik Buterin 等于合伴 那还有另一个叫Glan Weill 那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叫以太方的一个Vitalik Buterin 自己印钞票的一个社群里面 去试那种新的民主的方法 比如说平方投票法 平方募资法什么之类 在我们在那边去设计到一个程度 而且大家实际在以太方社群跑得也不错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拿到总统北黑客松 拿到我们的参与式预算 拿到我们的共演平台 变成我们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那边有点像实验教育 我们这边有点像国民教育 就是一个负责研究 一个负责开发这样子一个关系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 我如果需要花钱或者有什么mission 需要做什么 那然后这边不编预算 那我就请Vitalik再印一些钞票就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还好 似乎没有什么投资的必要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我们听到很多后疫情时代的时候 仔细会是在技术以及云端 指向了一个更加连结的时代 在最近中美地缘政治的拉扯之下 可能又是指向一个全球连结的分解 怎么样看这样子一个发展 全球连结分解完之后 就是两个半球而已 那所以在这两个半球里面 还是高度连结的 所以显然就是这两个并不互斥 这是两个会同时发生的事情 不过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有看到 就是分成两个半球 然后在这里面的连结程度都很高 但是在这两个半球中间的连结 因为本来可能有点太过one way 那所以现在就 就是在那些one way的那些情况 现在就变成好像有点no way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 像我跟Vitalik Buterin也好 跟Glenn Weil也好等等 其实我们大概都想法就是说 这两种不同的价值 在台湾当然感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到底是这个资本市场 应该控制所有人的资料 还是国家应该控制所有人资料等等 那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这两个冲击底下 玉山每年就会成长2.5公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感受到 这两种不同的就是政治哲学 但是这两种政治哲学都不需要主宰台湾 因为在台湾我们已经很习惯就是 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是并存的 我们只要刷健保卡就是社会主义 刷金融卡就是资本主义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 教育啊 是健康啊 什么公共运输啊 这绝对是社会主义啊 大部分啊 那但是所有其他部分都是资本主义 所以就是说我们左右翼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或许是拉扯 但是在我们看起来说不定是这个造山运动啊 蓬莱造山运动 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高的平衡的一个视野 那四位朋友问说 为什么不选择使用iPhone 而是Nokia 810的折叠机啊 当然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 当我滑荧幕的时候 会变成它是主人 而我变成好像它的accessory 就是它的配件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好像就是不一只滑 好像就是有一种那种幻直要被截断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不喜欢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好像人造的一种成瘾性 那我就回想说 为什么我用触控式手机以前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从非常非常早 我就是用这个stylus 所以从最早的Pom Pilot 就是还是黑色塑胶壳的那一代 然后一直到后来Pom Pom 5吧 然后后来就是用Sharp Zorus 那也是有一只笔 Galaxy Note也是有一只笔 就是然后到现在Apple Pencil 那当然也是一只笔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不是隔着键盘 就是隔着笔 所以对我来讲 这些是我的配件 不会变成我变成他的配件 但是我一旦开始用touch screen 我就有一种好像他才是主人 我变成配件的那种感受 那所以我之前在那个Talks at Google 在Google那边分享的时候 他们Android Team就说 好那我们来设计一个 就是不需要触控萤幕版本的Android 不知道他们现在设计的怎么样 但是Nokia他用的是叫做开OS 就是一个专门就是设计出来 给这种不太需要触控萤幕 就可以操作的一个OS 所以不要看他好像是没什么用的折叠机 但是他其实是4G手机 有VOLTE可以开Twitter 可以开YouTube 可以开Facebook 可以开WhatsApp 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智慧型手机 也是有他的App Store 他唯一没有的就是那个触控萤幕 所以就是对我来讲 我能够就是要做的 好像Twitter等等 这些我还是可以一样可以达成 那唯一不会做什么 就是不会浪费时间 在让我自己成瘾的这种互动上面 那这个不是要大家也跟我学 只是说对我来讲 就是我隔着一支笔 或者隔着一个键盘 真的才比较有自己的时间 是自己做主的感觉 好那讲到时间跟做主 那我想就是 因为有人A经局拍了 所以我们就 就是可能最后一个问题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区块链加密货币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前景是什么 以及对政府跟银行业的意义又是什么 对我来讲区块链 其实就是一种实现分散式账本的技术而已 就像我不会把这个Google 跟搜寻引擎混淆 我也不会把区块链跟分散式账本混淆 那所以对我来讲 有一个分散式账本 就是让我们能够实验新的社会组织的方法 像刚刚讲到在以太方那个所谓的链圈 他们现在在实验非常多的这个DAO 就是说我想出一套社会组织的方法 我就试试看这个社会组织的方法 到底能不能成 那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非常百花其放 在我们 现在我们当然不可能说 我们这个管辖领域 然后突然间来是五种不同的政体 这个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链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 它就是人类新的民主 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实验的一个地方 它实验只要出来一点点可以用的东西 我们马上把它拿到我们这个公民之国 就是民国来使用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实验场 那当然里面的 特别就是作为支付工具的 Cryptocurrency的这个用法 我自己觉得很棒 那但是就好像这个UBI 就是五条天基本收入 在台湾比较不太容易有市场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社会 刚刚讲的左翼右翼平衡的太好了 并没有什么就是严重的结构性的失衡 需要UBI来解决 所以我们很多人研究UBI 但是很少人说真的我们来公投 来倡议UBI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虽然Cryptocurrency还不错 但是大家对于中央银行 以及新台币的信心好像还行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说用Crypto去取代法币 确实目前看起来 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动力 那但是当然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也有很多 他们中央银行可能也没有那么强 或他们的弊别也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 那就像UBI在那些地方会有吸引力一样 我想Cryptocurrency在那地方 也有它的吸引力也是解决 世界上很多需要的朋友的问题 好 今天先回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唐公正伟 非常精彩